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指数与对数的方程式 如果说一个方程式的话呢 里面有指数 含有指数或对数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以指数来说 我们觉得比较简单 是因为我们只要把它换成了 同底的以后 就看那个指数 是否相等就可以了 那现在的话呢 主要的话呢 是我们着重在于 对数的题目 因为对数的话呢 他们有一些比较 容易让同学发生错误的问题 像比如说 以这个例题来算 我们来看一下 log的话呢 这是以二为底的 x-3 这是以四为底的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 非常的小心地处理 对数方程式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叫做帧数 帧数的话呢 我们首先的话 对于处理帧数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帧数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大于零 如果说答案的话呢 会让log的帧数 比零还小的话呢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先列出来 先把条件先列出来 这个呢 也一样列出来 然后我们再放心地去往下做 做出来的结果 还要跟这个要求交集 如果发现了说没有交集 那我们的话呢 就要毫不犹豫地写 5解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发现这里是log2 这个是4 两个底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如果完全没有感觉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换底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log的话呢 log2还OK 这是x减3 这个log4怎么办呢 log4的话呢 各位同学如果不熟的话 我们就来个换底吧 我们通通换成log2 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叫这个叫做换底公式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2了 这个是2 那我们两边同乘一个2 于是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 两倍的log2 x减3 等于log2 x减1 我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说如果要解这个对数方程式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删掉了两边的log 那怎么做呢 就要让两边的log非常的单纯 就是可以直接帧数等于帧数 这边有2怎么办 2 没有关系 2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升上去 根据对数率的第四条说 前面的这个log2 变成了升上去2次方 等于log2 x减1 于是的话呢 这样子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普通的一个方程式 现在的话是x减3 我们可以放心的两边的log2的话呢 全部一起消掉了 就变成了x减2的平方是等于x减1 那么我们来解一下 x平方这边的话呢 没有办法我们就必须要展开 x平方减掉2ab那就是6x 再加上9 等于x减1 一向过去 x平方减掉7x 加上10 等于0 我们发现它刚刚好可以分解 怎么分解呢 2 5得10 负2跟负5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x减5 x减2 等于0 表面上看起来有两个解 一个解是5 还有另外一个解是多少呢 2 好 现在的话呢 答案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话呢 已经算出来了 不过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刚刚有没有记得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要注意它的范围 5 符不符合 可以 2 可不可以呢 哦 上面不行 2减3的话呢 它的话呢 没有大于0 这个是不合的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注意 对数方程式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会发生的是一些 事后还要再做一个检验的一个工作 所以各位同学 这题答案是多少呢 x是等于5 才是我们唯一的解 在某个问题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某个问题 可以 出货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某个问题